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测有可能这个房子空久了才有传说 但这个传说又让人听会让觉得毛骨悚人 至于是什么样的传说呢 我会在边探险的时候边告诉大家 鬼越开始了 Let's go 这里就是我今天带大家来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已经鬼越了 不知道能量会不会很强 也不知道零盒子能不能再收到些什么声音 不管还是要看 那首先呢 我还是想用EVP麦克风来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讲一下 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好兄弟的存在呢 若有的话可以给我一些回应吗 谢谢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这里有没有一些好兄弟是从海边过来的呢 我必须说 这个东西好赞哦 吊床哎 怎么有人会在这边放到吊床呢 不知道 等一下我扣个东西哦 EVP麦克风没有锁紧 然后这里好像之前有人在这边养一些什么 鸡呀呀但不知道这应该事后人家围起来的吧 可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吊床看起来很脏哎 不知道多久没有人躺了哦 不管怎么样 EVP麦克风再问个问题哦 都好像你们好 想请问一下 这边是否有小孩子的聆听呢 若有的话 请给我一些杂讯敲击声 当然说话是最好的哦 当然说话是最好的哦 好 来 你们觉得 这个地方像是什么呢 虽然间的废墟 有可能有点空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确实有故事哦 厕所 然后螺旋楼梯 二楼呢 我有可能不会先带大家上去 这个地方还蛮大的说真的 然后呢 前面那个红色的点 是我架在这边的一个空简摄影机 来 先测测看这地方的磁场 嗯 问个问题哦 各位好兄弟们好 想请问一下哦 现在这栋建筑物当中 有没有好兄弟的存在 若有的话 可以给我一些磁场上的异动或反应吗 谢谢 有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哦 那 然后这里是我放东西的地方 空荡荡的 但是 虽然 外面你看到一些路灯 但是 就是 它 就隐藏在 这样的一个地方当中 人形呢 消防中那边有状况耶 后面呢 但是我背包 误判 好 那我们再往下开 诶等一下 诶 我这台没有录到 可恶 我刚刚忘记开录它了 没关系现在录了 因为夜市有时候单独在一个地方 有时候会捕捉到 比较容易捕捉到一些奇怪的画面 这里 火灾 希望是保全的 火灾发暴机 还有什么样的东西 留在这里呢 熊熊 这里有这种东西 其实看起来会觉得蛮 诡异的 因为这是工厂 会有熊熊的东西 其实 这是人事后人要拿来丢的吗 还是 对啊 不管 你看 还有家具 等一下喔 为什么 哦 没事 我想说奇怪 我的那个 主要摄影机怎么 镜头跑掉了 我先跟大家讲 上个礼拜日本的真的是纪录片 然后 这应该是以前它的铁卷门 全场去禁烟 请假时速及加班配合度为年度烤鸡之一的重要依据 办公室 这应该是办公室 桌子什么都没有了 还有一个烧纸钱的 好 EBP麦克风再问一个问题 各位好像你们好想请教一下 你们现在的数量是平常还要更多呢 是的话请给我一些回复好吗 谢谢 哇 这里还有一些公务所的施工证 公务所 这个地方废弃 就是纯粹是经营不散而已 没有其他的状况 那 EBP麦克风的问题 我们再等一下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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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烤箱 会不会太爽了 还有烧热 好 OK 不管怎么样 我想今天是滚月了 就Savis非会员的观众朋友们 一个东西 那个就是用最新的灵魂盒子 问一个问题就好 看看能不能收到回复 我现在拿到灵魂盒子了 但要问问题之前 我必须先跟大家说说 这里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 这个地方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得出来 它就是一个工厂 那这工厂为什么会废弃 而且我刚刚也跟大家讲 那这个地方有着什么样的传闻跟故事呢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它并不是凶宅 单纯有可能是它这个房子空久了 自然而然聚集过来的 然后一个重点 它离海边蛮近的 说到海边蛮近的 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我相信夏天 尤其是滚月啊 这种盛夏之时 大家很喜欢去海边吧 吹着夏夜凉风海风 会觉得很舒服 甚至有人喜欢去海边游泳啊 或者是烤烤肉啊 等等之类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这样的事情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有人烤肉烤烤烤烤 或者是到海边露营 那有时候会到比较晚了 那比较晚的一个情况下 你要再回来 或是经过这个地方 一定都会注意到这种建筑 为什么呢 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显影 甚至你在外面 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二楼 对 为什么要说二楼呢 首先 有人说 他们 从外面经过 晚上 因为它二楼 其实看得很清楚 只要你月光 稍微亮一点 你基本上 可以看到 窗户那边有什么样的东西 据说 就有人 看到 三个 人 站在二楼 那个地方 他看不清楚 他是男生 还是女生 但是 他可以看到三个 影子的轮廓 他们觉得 奇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也没有想太多 然后 就走了 然后呢 他回去的时候 就有跟他 昨天朋友讲嘛 说在这边看到怪东西 但大家也很喜欢听这种故事 好 接着 发生什么事情 就有人说 好 要不然来探险吧 然后就来探险 晚上来 就像我这时间来 他们就走着走着 好像没碰到什么事情 但是他们说 他们有在这个地方 听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 那当然 这个声音有可能 他们是归咎于风啊 然后就说 哪有三个人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结果 有一天 就是过一月 刚开没多久 有人会去海边 我必须说 他们都不怕被抓交替 然后呢 从海边回来 差不多烤肉嘛 烤完了之后 聊天喝酒 聊天聊完了之后 就走走走走 要回去 然后呢 走到这栋建筑之后 他们就突然想到说 之前有人坐在上面 看到三个人的行 他们就再看一下 然后 在看的时候 突然有个朋友叫 怎么了呢 他说 他看到三个人 然后 另外一个人 说他有看到 可是 就有一个人看不到 因为他视力比较差 他说他没有看到 你们到底看到什么 然后呢 这两个人 就说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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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 好诡异 有那三个人 人也好诡异 怎么可能 三个人在那个地方 他说 然后他看不到 他说 你骗人啊 那我们就 进去看看好不好 结果 另外两个都说 不要嘛 不要 就留那一个说 他要帮他自己进去看看 到底鬼场怎么样子 他很想知道 结果他就一个人进去了 结果进去之后 另外两个朋友 就在外面等很害怕 然后等了很久 他进来这个地方的 那个朋友 就完全没有声音 然后也没有出来 打电话也没有接 最后 他们两个就害怕 又再找几个朋友来 说 哎 你们来帮帮我好吧 那个谁谁谁 进去那个工厂里面 但那个好像 一直都没有消息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 然后最后 他们就来了 两三个朋友之后 他们才一起进来 进来了之后 竟然发现 他的那一个朋友 进来这个工厂 想去那三个鬼影的朋友 就倒在二楼的某个窗户前 然后嘴巴 就好像昏倒这样子 然后就 就带回去嘛 然后把他弄醒之后 他说 他不知道 他就看到有三个人在那边 他越高越近 他最后想到昏倒之后 然后 他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他就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整个浑身都怪怪 然后开始 一直身体 一直在生病 然后最后 有一天 他家人找不到他的时候 就开始问他朋友 哎 有没有看到我那个谁谁谁谁 就他那个 朋友说没有啊 他妹妹来找我啊 然后大家就想说 他到底怎么了 最后 就有一个 比较信玄学的人说 你们要不要再去 原本他昏倒在工厂 找他看看 结果 他们又跑到这工厂来 发现 他那个好朋友就 倒在二楼 又跑回来 然后他们就觉得 很恐怖 到底怎么回事 就赶快带去工厂给老师 出来 然后最后说 这个有可能很危险 他们其实 他那个老师就说 那三个其实一直想要抓交替 但是他们一直等不到人进来 他们是想要把人给吸进来 但是没有人要进来 那为什么会想抓交替呢 他说这个地方离海边很近 所以说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他们是从海边那边过来的 因为在海边 因为这个地方 他基本上游泳的人还是很少 所以说他们想要上岸 来看看能不能再抓到一些人 让他们做抓交替这个行为 那当然这个朋友 他处理处理之后 交沟通沟通之后 也就没有事了 好 那这就是我知道这里的传闻 跟故事 接下来把剩下景看完 顺下来说一些问语答 好 说完这边的传闻跟故事之后 我们来问问主观 各位好 就你们好 我想请问一下 这里据说 有站着三个黑色的灵体 有人看到他 甚至有人说 他是来抓交替的 我想请问一下 他现在还有在这个地方吗 有的话 请给我一些回复 好吗 谢谢 我刚刚好像听到说 但我不确定 对 听到两个疑似的回答 好 那我必须很遗憾的 告诉 非会员的朋友们 今天你们能看的部分 就差不多到这边为止了 接下来是会员才有的部分 那先跟非会员的朋友们说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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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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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